我們大家可以帶點Pose或一些摔角Pose 來點原本來帶領 你們就對了 我們先中間 中間的媒體朋友們 來 右邊的媒體朋友們 右邊的媒體朋友們 來 中間沒有這邊 好 我們再來就是左邊的媒體朋友們 來 左邊啊 來 左下 左下 中間這邊給一個眼神 來 再來 來 隔壁喔 來 這裡 好 來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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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一下 眼神這邊一下 來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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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有個退音M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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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收音不用H 這邊 這邊再補一張 哈囉 這邊再補一張 我们中间的媒体 先是让中间的媒体拍 眼神这边 眼神看我这边 再来我们右手边 右边右边的媒体朋友 左边的媒体朋友 右边的媒体 右边的媒体 左边的媒体 撿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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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右邊撿放一下 撿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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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我們今天中間的媒體拍了嗎,我們右邊的媒體來,右邊的媒體 好,來,左邊的媒體 好,來,我們往中間站一點喔 來,先讓中間的媒體拍 你要我們什麼 我剛是示範過了嗎 淘氣一點,淘氣一點 淘氣一點的 右邊,右邊,右邊 右邊呢,我們右邊的媒體 右邊 看看右邊的媒體朋友 來,左邊 好,來,左邊的媒體朋友 來,左邊的媒體 來,左邊的照片 好 好 好,我們拍照就 OK 讓我們往中間的媒體再補一些些照片 然後我們請所有的演員跟導演唱台做一個簡單的照片 眼神這邊,眼神這邊 三位單拍一下好不好 來,左邊,左邊 好 好 來,視線中間 右邊,右邊 好,來,現在到右邊的媒體朋友 來,左邊 右邊,右邊 右邊,右邊的 OK,來這裡 好,我們到左邊的媒體朋友 眼神這邊,眼神這邊 好 好,我們先從中間開始喔 中間的媒體 好 好,我們先左邊,先左邊的媒體 好,最後右邊,右邊的媒體朋友 中間 中間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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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 手太寬了 手小一點 手小一點 手太寬了 解放 好,我們謝謝鬼鬼 好,我們謝謝鬼鬼 來,最後 好 好,接下來 左邊的媒體朋友 來,走進來 眼神這邊,眼神這邊 好,最後我們右邊的 右邊的媒體朋友 來,視線掃一下 視線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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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中間中間再補一下 來,這裡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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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感想喔 哈哈哈哈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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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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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部分 是在理解跟包容 還有很多愛 呃 裡面完成 然後 我很謝謝 呃 在劇裡面所有工作人員 還有 就是所有的演員們 呃 呃 希望在 呃 很多年之後再回想 這個拍攝的經驗 都是非常開心 非常美好 謝謝 就這樣 哈哈哈哈 現場一次錯了 好,來 鬼鬼你要不要哭 就補充 來,我們請鬼鬼先就補充好 因為他很訝異 導演為什麼只有這麼一點點 應該有很多 不要哭 你們都想要分享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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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不會不會忍住 不行不行 沒事 呃 鬼鬼加油 鬼鬼加油 沒事啦 你們不要哭我 導演先破我才哭啦 對就是 呃 很謝謝就是 現場的每一個工作人員 然後 呃 最特別比較矯情 比較肉麻 就是想要先現場 我們的導演 然後 一開始我們可能有一些 擔心緊張害怕的狀態 但是我發現 從我開始拍的第一天到殺青 基本上是沒有那個擔心跟害怕的樣子 因為導演給演員很大的一個空間是 就是 他讓我們知道演員在幹嘛 然後 有很大的空間去表演 就是我還蠻感謝的一件事情 就是到殺青為止 對 我已經很久沒有演到一部這麼爽的戲 對 就是 因為導演懶得管你 不是不是 他其實有在管我 因為我私底下有問他說 如果 如果 如果我演得太over 你一定要拉住我 他說 我會告訴你 你不要擔心 所以就是 當他講出這個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 那我 我可以很放心的去做我的表演 對 沒有想過 可以演一個角色是 很開心很開心 那你可以講一下 介紹一下你的角色 介紹一下我的角色 好 我在戲裡面叫小紅美 對 然後我是以一個童顏洗衣板為 具 你叫什麼 稱號 稱號 對 那洗衣板就不用演 因為我本身就是還好沒有太大 對 然後童顏還可以接受 所以這就是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像天送給我 要來演的一個角色 然後我那時候我記得 我很努力的 爭取這個角色 對 對 我有 蠻 我很努力的想要演到他 演到這個電影 然後今天拍完戲站在這裡 這心情真的蠻無畏雜成的 對好 我不說 好那來接下來喬喬 好 小蕭先簡單做一個 這個角色介紹 然後再分享一下你的感想 我在戲裡面演的角色叫做 莉絲愛愛 然後他是一個 因為人生當中曾經有帶給他一些傷痛 所以他就決定去當AV旅遊 然後後來又因為一些事情 然後回到台灣意外誤打誤撞 然後跟小紅梅一起成為了摔角手 其實這整個故事 現在乍聽是蠻荒謬的 就像我當初在看劇本的時候一樣 覺得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這樣 因為不管是AV女優摔角手 在台灣其實是比較少見的 然後但是我們卻要說一個這樣的立志故事 但是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今天清一色站出來的 幾乎是以女生為主 那也是當時我在看這個劇本的時候 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很少這樣的類型題材是以女生為主 愛情為服 那我們戲裡面最多的其實就是女生的感情 然後所以我們才會 大家才會感觸這麼深 是因為我們真的在開拍之前 就相處了有一兩個月 一起練摔角 那過程就像我們戲裡面的真實狀況一樣 我們是一起成長的 所以這齣戲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 已經真的也是蠻多年沒有這樣的經驗了 又打又摔 然後又是喜劇 然後又是可以跟一大群女生 我們每天的話中間真的是吵到 真的是很可怕 我已經很久沒有經歷女生宿舍這件事了 但是這是一個 好了不要開啟鬼鬼 是誰 在哪裡 反正這是一個非常棒的經驗 然後可以交到一群很棒的朋友 然後還有可以跟導演一起一起共創一部很特別的電影 因為我相信導演也是非常的期待 然後我們都很期待最後的成果 交給你了接下來 好謝謝曉曉 然後接下來新蒂 就是首先大家只要真的先感謝導演 因為導演這個發想 他的一個想法 然後沒想到就是這個發想好像很恐怖 有一個荒謬故事 然後我們居然大家一起完成 然後我真的是像曉曉跟葵葵說 我們真的是一起成長 然後都在壓抑的不要哭 然後就是殺青的人覺得 我說一點 我說一點 他快出來了 就是大家感情都非常好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就是最重要的是其實我們很認真 就是其實劇組很保護 都有幫我們安排非常專業的替身 但是我們每個演員都是就是 能夠盡量自己上跟自己上 每個動作 我相信他有時候電影播出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我們組的演員很賣命的 就是把自己的身心靈都奉獻出去了 在演這圖片 然後每一場的 在都是非常 有機身轉合 好謝謝 我是大文 我在四朵花裡面呢 就飾演了 四朵花其實是在這個 鑽腳俱樂部裡面 本台的成員 所以我們是本身就是已經算是摔腳手的一個 一個 一個 身分 對摔腳學徒 摔腳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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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看到就是 呃 好 白白 哈囉大家好 我是白白 那這次呢 在電影裡面飾演的角色呢 叫做 牆牆 那她是一個 呃 超強的女強人 就她有一個成功的事業這樣子 但是呢 她有一個特殊的興趣 就是練摔腳 那我跟大文呢 一樣 我們也是解放 女子摔腳俱樂部裡面的摔腳學姐 所以我接到這個戲的時候 其實非常非常的 呃 有一點產生了一些誤會 因為一剛開始到我去試鏡的時候 只有 就是告訴我說 要演摔腳這件事 然後請我錄一個簡單的字如介紹 我一直極力的爭取AV的這個部分 不是 只有產生了一些誤會 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結果我就 原來是純粹負責摔腳這樣子 那 那群小美是第三 沒有我根本沒看過劇本 要試鏡的時候是完全不知道的 後來呢 傳了一個試鏡帶 穿了一個比基尼超辣的 還被推薦說 欸你搞錯了 我們衣服要穿起來 就是不是這樣 穿上班只會衣服 喔唷就可以了 好 嘿 謝謝反白喔 來我們接下來安妮 嘿 大家好 我是安妮 然後我在摔腳裡面 是呃 代言一個外配被架包的 呵呵 然後來到 俱樂部修摔腳 是要 嗯 學會堅強的 然後我是在摔腳裡面是 河內酒令 好 那我們 美妍 美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孔麗妍 我在這部電裡面 飾演的是電梯小姐演員的角色 那她平常就是一個非常溫柔溫和的人 但是她在摔腳的作品當中 學著強 愛學著堅強 然後也一起跟這些女孩子們 呃 享受了一個 哈哈哈哈 解放的過程 解放的過程 沒錯 然後 這個 哈哈 心靈還有感情的一種旅程 大家一起經歷 可以感動 好 來 我們小友的男生 哈囉大家好 我是瑞佳 然後我在戲裡面飾演江陽 是個艾艾的前男友 跟 呃 在這邊是一個 抱著遠大夢想的一個電影 好 好 那其實在戲裡面除了瑞佳之外 我們還有另外一位男主角 他是土善淳 那因為今天他有工作在深深在新加坡 所以就會為您出席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有請大哥 大家好 我是南威君 那個 這部戲啊 哈哈哈哈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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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點算被解放 就是 解放 到現在還不知道 怎麼就拍完了 我演了什麼 哈哈 開玩笑的 其實在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部門各位說 光看那個 那時候還不是定法 我我開了劇本之後 欸 我發現我哭了 看到後來我哭了 然後我就 就把劇本放下 然後給自己十分鐘罵自己一下 就死不死 呀 這劇本你覺得不好哭的啊 然後就把它放開 然後後來 跟導演碰面之後 劇本 新的劇本又來 我又看了一支劇本 我發現我不用看 對啊 就像剛剛誰說的 那個橋說的 它是一個很荒謬的曲 非常非常荒謬 你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哪有摳臉 怎麼會這樣子 可是就在這些荒謬的過程當中 還是有一些 欸 現在講的 就有點肉 我覺得這這部片應該是 大家自己看的時候 前面這些荒謬 我翻笑的過程 看到連他們 這麼辛苦的 呃 角色 就是他們的這些人生 小紅梅啊 呃 冷雪啊 還有這個這個 愛愛啊 雨優 可是最後對生命 對人生都不放棄這一段 我覺得我看了非常感動 所以 我就決定來演這一個 很奇怪的一個角色 好 然後這邊我呢 我特別再用一點點時間 齁 對 欸 安全門 欸沒有我們來 工作 我們繼續 好那我趕快 我趕快 我趕快 我趕快把這個講完 就是 欸我覺得這部片呢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能夠完成 可是以我 也算是這裡面 比較低深的人 來說 我也拍了二十年的戲 我覺得這部片 真的還蠻難拍的 我在現場 我特別感動的是 所有的Google人 非常非常辛苦 然後他們一直堅持的 不放棄 當然導演也是Google人 然後我特別感動的 就是三個 你怎麼講 我記得那天我們在山上 拍他們爬椰子室 他們都要掉缸子 從早上八點鐘 缸子就上去 然後三個人輪流 有的時候三個人一起 然後還要後風翻 還要幹嘛的 我在旁邊看了 心裡除了暗自竊行 還好不是我之外 我其實蠻對這些 年輕一輩的演員 我覺得他們的 雖然他們平常看起來 後風滴滴 喜歡講一些 給大家好奇的話 但是 我覺得 他們心裡面 對自己的 對這個行業 對自己最出氣的 敬業的精神 是讓我非常非常感動的 大家好 我在心裡面演的名字 叫做順魚 叫做曹順蘭 然後 曹順蘭 曹順蘭 對大家都叫我順魚 我是代理這七朵花 然後走向女主 轉角界 那其實我覺得 在心裡面 真的就是 要感謝每一個朋友 就是都不愛笑的攝影組 然後 然後把我們當酒在養的 燈光族 我拍一個秀 我拍一個半月 我怎麼會碰三公斤 我不知道 就是 真的當成烏在養 然後 真的啊 修光 化妝等等 所以每一個朋友 可能沒有辦法依一點點 大家都非常辛苦 謝謝你們 然後我覺得這部戲 其實有一個很精彩的地方 都是在幕後 就是我們在修光的時候 又有一個叫團幻的時間 就因為都是女生 就把門關起來 大家就開始哭 這個叫做 團幻 對 那這個過程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因為跟這麼多年輕人 還在一起 可是你就會發現 在團幻的過程之中 就想要看一下青春的肉體 然後就會發現 他們身上都是黑青 就是他們每一個人身上 都是有傷的 那我也覺得就是 他們為這部戲 付出了很多的代價 然後但是我覺得 比較可惜的就是 這部戲 花了很多約謊錢 怎麼說 因為就是比如說 叫了替身來 可是替身都沒有用 他們就回去了 因為這些女生 他們都是自己來 就很多動作 替身幾乎 用到的機會 其實還滿少的 所以我覺得 這是這七位女生 真的是 極了大家一再鼓勵的地方 那真的是 希望所有的朋友 可以在女優選法上場的時候 希望大家一個歡迎的 大家一起來看看 是